关于大世界外电焦点 带您来看到是俄罗斯再度对乌克兰 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 虽然基辅防空系统将来袭的 10架无人机全数拦截 但是南部的港口城市奥德萨受创严重 码头基础设施以及骨仓遭到炸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批说 俄军目的是为了制造全球的粮食危机 不过泽伦斯基也断言 俄国总统普廷的盔甲已经出现裂痕 恐怕不会活超过10年 建筑屋内冒出熊熊火光 杀防队出动云梯车拉起水线灌旧 乌克兰奥德萨一座码头基础设施 以及骨仓 二号再度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骨仓频频遭到俄军锁定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批 俄军无非就是想制造全球粮食危机 同一天清晨 俄军也出动10架无人机攻击基辅 幸好乌军防空系统发威 将10架全速击落 但强大的爆炸威力 还是造成多栋建筑毁损 虽然乌俄持续护轰 但泽伦斯基希望在今年秋天 召开和平峰会 没想到巴西总统鲁拉出来泼冷水 表示博婷和泽伦斯基 都还没准备好握手言和 俄军陷入颓势 俄国一名牧师 特别上官媒为俄军打鸡血 呼吁前线士兵勇往直前 为上帝捐虚 这是你的责任 你正在给神的生命 最近俄罗斯各地征兵办公室 偏偏遭人纵火 显示俄国民心浮动 泽伦斯基表示 莫田的盔甲已经出现裂痕 未来恐怕活不过十年 乌俄战争迈入第十八个月 双方领导人都持续摆出强硬姿态 和平谈判仍旧遥遥无奇 成为人编译